各位好 早安 各位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部《開始看真點》 今天大家應該都開心的 我上個星期我不開心的 我做淡了 她夾了 路夾了 我一抹大眼就打我的把 我早上就被人打了一把 有賭美為輸 還沒試的時候 全部召喚 今早就吃 今早就吃 還不錯 高位吃 差不多贏了三成 但都是貼膠布 補回 補回一點 補不完 有時候補回銀子 做了17800 一十三點 升了486億 成交有1066億 成交就厲害 我想今天應該是2000多 對 最主要是內房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成交 神經病 2007 我們是不敢買那些一元藍籌 幾倍升 幾倍升 現在幾倍升 一元升了兩倍多 有買的恭喜你 未來應該也是 可以這麼強勢 可以繼續走一步 自己要 你說什麼?內房 是啊 真的嗎? 沒有辦法 太久沒有好消息 去 去 爭奮一下 當然雖然升了 一段 一段 如果你看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的錢開始追回 都不是開始 其實已經在追緊了 現在已經 今天再 有一大股上來 45% 你說是否基本面 不看 現在純粹看 爺九市 有幾錢可以投進去 還有 市場有幾錢 在追緊這些股票 你說基本面 的確可以先忽略一下 看你夠不夠膽 可以追多少 過市已經升了五百點 今天也是想這些 如果你說踢股 九九八八 那些 七零零 完全跟內房不得鬥 嗯 現在的成交 今天真的都幾誇張 真的追得很厲害 自己留意 剛剛看過2007 看完就是960 都升了22% 那隻龍蠔 幾成幾成這樣升 二十兩成 都十六億成 很久沒試過這麼大 這陣子 這陣子真的 見到錢買進去 那 就自己看著 另外今天就有個 選舉 選舉什麼呢 就是 陳經 中國的首富 有許家印 黃建林 和黃江瑜 這三位仁兄 都幾傳奇 從事不同的 都同行業的 有兩個 葛美 葛美 都是做地產 兩位 建林 和許家仁 大家享受一下你的一票 是 有沒有看過籃球 籃球啊 籃球啊 Rubby 沒有啊 香港贏了嘛 好像是呀 是呀 有看的 你說香港那次 最近這次 在大球場 剛剛 在韓國 昨天 昨天 我不知道 贏了之後 播錯歌 焦點 就不是香港贏了 但香港在最近那次大球場 是被人數的 41比0 這次又贏了 黑金蛋 真的 但重點是 如果你看到Youtube 播錯歌 那些球員 好像想死 為甚麼 臉都青了 播錯歌 因為播錯歌 那也不關他們的事 播了另一首 播了哪一首 不是英國的歌嗎 不是 播了一首歌 榮光 蛤 是呀 是榮光來的嗎 是呀 青了臉 玩的 玩的 誰玩的 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這壇 你看一下 好 青了臉 哇 真的 是 有課水 有課金 就馬上回答的問題 是 當然 551 先看看 因為 預言 說預言 升了10% 其實大家都知道 預言都是做了些甚麼 是呀 中介 即是代理 波鞋 三副鞋 那些 今天李寧也有一個明顯的升幅 又是 市場突然有這樣的反彈 有明顯 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我覺得 沒有 即是看你信不信的 今次 坦白說 其他的股票也是看你信不信的 我自己又覺得 其實沒有說信不信的 都是跟炒 跟炒 是呀 是呀 所以我之前申報了 我全部清潔 都沒有任何買賣 這兩個星期 嗯 所以其實升跌 都沒有甚麼影響 是 但如果你繼續玩 就自己看著 另外 1281 怎麼突然升那麼多 有大成交 完全看不明白 可否幫忙 看看發生甚麼事 兩仙樂有課 保身 之前都是 其實 如果你抄襲保身 其實要看的是甚麼 因為之前 姚老闆 就 財困 其實 裏面 你講的 保身金融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 人事變動 最主要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所謂的 內房債 那些 其實都買不少 有一個比較大的 失敗 高位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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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那些公司 你很看它本身的業務是甚麼 那你說 一二八二 你就不可以提前海人壽 不可以不提它相關的電動車 不可以不提它相關的地產項目 就這樣說的話 其實那三樣都 很糟糕 電動車 輸爆 這個內房 跟其他內房沒甚麼分別 那今天升 就是因為 全部都升 內房那堆又升 那相對起來說 這些內地富豪或者有錢人旗下的東西 會不會突然間奪一奪呢 那當然 有這樣的升幅的話 有這樣的成交 都要看一看它的市值而已 那10億左右 那所以 有得這樣升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其實 它都是減一下減一下 只剩下幾個百分比 那 有沒有得再彈的話 我自己覺得 未必 即是自己 夠的話 其實真的要吃了 即如果你兩個 兩鮮六有貨的話 其實都有一定的百分比 那自己看著 會不會 可以免費貨物 會安全一點 這個純粹是保守一點點 為甚麼這批要保守一點 因為短期的升幅都已經很明顯 但是又是那句 你說一些 那些2007 那些地產股 它本身已經是大陸的龍頭 那可能 做真是因為基本面 沒有其他那麼衰 可以走多一段 但是你說到再細一點 或者 或者 甚至 甚至是那些 相關的內訪老闆 旗下 其他的小食物 有這麼反彈 我勸你吃了 就更好 就是 說了很久 但好像沒甚麼說過 但是 就是叫你吃了 那今天也要看三八八 那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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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是牛的 嘩 正 今早早 真是高位吃 差不多邀近三百元吃 是啊 其實有沒有想過 即是回到去 多少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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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算二九幾 可以頂得到的 是 然後又回到來 是啊 現在真的又頂得到 是啊 兩棍空間 即是任何人叫上來 都賺得很麻煩 現價呢 都是4.5%升幅 所以今天 當然加上這麼大的成交 其實這陣子都多 是休息了兩天之後 今天又有一個比較大的成交 始終 托著市的意味都很濃 這件事情自己要提防 你猜要托多久呢 因為今個星期都說 什麼嘛 集拜會 炒集拜會 當然上個禮拜 沒有通脹見頂 美國通脹見頂 不過耶倫走出來說 不要只看單一數據 當然他也要管理一下市場情緒 否則真的這麼討厚 看樂觀 是啊 不過看到剛剛上個禮拜 出的消費者信心 都回落差過預期的 即是反映消費者 按照情況的東西太貴了 買少一些 不要經常這麼高消費 但感覺上真的通脹是想下的 是 但今個星期可能 到集拜會又如何呢 是否真的兩個雙方 會不會有些驚喜出來呢 是 這個就是慣低的部分 即是如果你準備去託的話 會不會有可能 這次是廣和呢 反正廣和的部分 會不會是集主之力走過去 因為他成功連飲之後 都已經會出善意的了 是 之前說過了 其實願意和美國 一起相討一下 如何可以共存 如何可以合作 雖然拜登說了很久了 現在就是搞定了二十大之後 終於就真的有進一步的行動了 我覺得其實 不要說貴不貴 合作是否真的沒有合作空間 其實絕對不是的 只不過是誰開口 去釋出善意 如果是中方開始的話 會不會比較容易搞呢 是 其實如果你看看美國中期選 其實做了很多民意調查 是 其實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呢 就是對中國的政策是很一致的 就是要壓止中國的繼續發展 如果是剛剛才贏了 選完這個中期選 你這麼快就跟中國妥協 會不會令到他 未來兩年之後 選舉會有一個更加不容易的情況出現呢 我也很有質疑 如果你純粹不講經濟 講政治 中國就不用講了 但是那邊有選 你會不會這個時候去做這件事 令到兩年後 如果選舉危危附 我覺得未必這麼容易被他擱到骨 你想合作而已 人家真的未必想 可能借這個會 大聲刮來兩巴 然後拿掌聲 所以就說不知道是驚還是喜 是啊 很害怕 你看看你踢足球 就是玩籃球 本來都很開心 都播首歌給你 哇 突然間由最高峰 滴彈到地獄 那些球員派給你 我剛才都開來看一看 哇 是啊 真是青了 目口目面 是啊 心想要坐多久 但沒有人立刻停止他嗎 沒有啊 整首歌都播了嗎 因為真的播了 噢 天啊 因為他都不知道 只是播分幾兩分鐘而已 你去到 停止 都結束了 但後來 是有重新播過中國哥哥的 噢 因為過錯了 其實他馬上有投訴 所以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會提一提呢 就是 其實現在的關係 或者現在的情況 都做是很緊張的 中美關係 是 是 是 好像上次說 審計底的問題 是啊 看完即走 走是開心地走 還是不開心地走 還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走了呢 無人知道 但是他走了 就變成一個 很正確的新聞 周圍播 周圍宣揚 但沒有人說過一句話 那麼 太多這些 錯誤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真的不要覺得 太過 太過容易 是 是 是 很害怕啊 這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做的事 都是要抽絲剝緊 真的要 審肯定 有調查 高度調查 是啊 為什麼會播錯呢 還有為什麼要 錄音錄音 你說你播錯了 其他國家的國歌 是啊 傳語就這麼多首歌 是啊 但是他這首 是啊 肯定是有心人去做 是啊 是啊 真的不知道 如果可以播錯 應該是播錯韓國國歌 是啊 或者對家 跟他對家的歌 對 沒理由一時會這樣 所以是 很恐怖啊 是啊 這個低級 他最後就說是 低級人員犯錯 我也猜過 這個低級人員 是一個新移民來的 真的有可能 是來自香港 沒有啦 新移民從哪裡來才行 香港 都是在大陸來的 香港 香港的新移民在大陸來的 大陸聽了很多年 國歌這件事 不是 但是香港的新移民在香港出生 上年離開的 噢噢噢 對 剛剛去到那裏做事 找到第一份工作 就出錯了 就出錯了 噢噢噢 沒有啊 都是 香港這陣子都經常出錯的 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個出錯就有66 我好害怕 好害怕啊 這壇門真的 這壇東西 今早做節目 我都說 我經常坐地鐵上班 是 你不敢站在那邊 我是最後一個站 就是前一個站 是 那你不能進去 我永遠都是黏住的 是 是 是 如果是繁忙時間 我又黏到十 妳知道 一定是黏門 是 要不然就被人告非禮 基本上 是 還有那些男生都 立刻掩住自己的心 後被人看到隻手 是 一摧倒了就嚴疑很大 抱著自己 是 我都抱著自己 是嗎 一定會這樣夾住 是嗎 一定夾 否則真的很危險 但如果這樣 有可能會出意外 會死 會死 會死啊 其實那時有個乘客 都接受訪問 其實沙塵滾滾的 如果他站近門邊 他說他幸運的時候 不過那些玻璃很厲害 那些強化玻璃 如果不是的話 他碎開 他說他一定中招 他一定會受傷 但幸好他沒有 碎開也會受傷 如果硬 他不碎開 都會被蓋下來 那倒是 已經夠薄暈了 是啊 好恐怖 你骨肯定沒有玻璃那麼硬 那當然 會碎 你的骨會碎 很恐怖 人很脆 我昨天看到我老公 出車的時候 不小心剪斃了一隻老鼠 嘩 那個場面 全部擠出來 擠出來 看著他擠出來 好恐怖 第一次看到這些場面 嗯 那 然後我老公說 其實我知道他在我的車底走來走去 但我打算他會走 即他出車那刻已經出得很慢 即要調頭三手汰 那些 他已經很慢 已經給了機會他走 是 還有他不小隻 是 是大隻 哇 接著我和我女兒看著 拖著 女兒很冷靜 然後我 嘶 這樣吧 然後我 女兒你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嘩 你不怕嗎 這樣吧 即是他第一次看到這些 即是生命 瞬間即逝 是 你看著那個事發經過 嗯 唉 接著之後我都覺得 如果真的有些什麼事起上來 都挺恐怖的 你六十六發生這些 是 不過沒事啊 他跟到市場升得不多 那意思 升得不多 是 今早有跌過 開市時有跌五個百分比 但一開已經突然上 我真的沒有遺疑 是 大家直覺得便宜貨 是 那有什麼事呢 其實港鐵都經常發生這些 不同的意外 是 不過這次是屬於都幾嚴重的事故 但之前有一次再厲害一點 一九年炒車 是啊 在荃灣兩輩子撞在一起 死了幾個 是啊 那個也是 那個再嚴重一點 那個時候停了兩天 開通不了 是 那個都誇張 那個路段 所以昨天我經過彌敦道的時候 嘩 完全是 整條街 因為每個人都乘不到地點 就乘巴士 或者你迫著要過海的那些 你一定要下車 在之前那些站 然後就塞在彌敦道裡 然後巴士又塞 整個彌敦道裡癱瘓 是啊 然後我都覺得 幸好我不是走那邊 我過海 我是走 幸好它是佐敦站平 是 勵境到佐敦 我們就可以去尖沙咀那邊走 那邊走就沒事了 我也怕今早上班都可能有些問題 每個人都是坐巴士等等 不過幸好它開得及 是啊 今次組裝的英國就是舊車來的 哦 舊車來的 那沒辦法 它撞了下去 它是一條路軌 偏離 偏離了 是啊 所以其實不關車 相事 是關它下面的路軌 的接駁那裡出了問題 是啊 幸好今次沒有事 但是就被人罰了2500萬 是小錢 對66來講 所以真的 沒有辦法小心點 只可以這樣說 是 真的這些 即不是叫66小心點 叫坐車的那些 自己小心點 那一向 但是這個這麼大型的運輸系統 你出事是很 很正常的 就是 會有機會出事的 是 因為太多過程 是啊 是啊 因為我以前公司和他做過一個項目 是做什麼呢 是嗎 都有合作 我是做了這麼長的一個 橫行板 是 放在路軌上 是 然後就有幾個鏡頭照著路軌 是 接著影像操作 就是看路軌有什麼斑 啊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是 好像無人機一樣 對 對 等着 但是就是貼著軌軌 是 可能零晨1點開始 一時 是 是 來回兩次 是 來得及嗎 他們的路軌 兩個幾小時 是 一個條線 一條線 對 即是趕到線 是的 就看看有沒有細微的裂痕 是的 看看有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當時有人丟一些床褲 在路軌上 即是阻礙 所以就有這樣的方法 去檢查上面有沒有雜物 當然 車輪有問題 如果是弄到出軌 這件事就很容易去檢查 是的 所以都沒有辦法 沒有 他們經常都想很多方法 即是怎樣可以 所以他們弄了一個MTR lab 是 剛剛我上個星期就跟了他們的GM吃飯 接著他們也介紹他們的 lab 是做些什麼 其實都是行TED 是 即是他們希望引進多些 真是幫到他們營運上面 甚至是省電的東西 是 省到他們的電 即是不一定是要取消費 但是可能要提升客戶體驗的東西 那麼他們就要在市場上面 就找一些行業裡面相關的 踢人這樣 希望他們有少少好像入股的形式 是 或者是資助也好 按Project這樣計算 那麼他們好像已經有叫做Carbon Wallet 這樣的東西 那麼就希望透過這些 這樣的合作 還有提升 那麼就可以 就是可以提升他們本身的業務上面 那個營運效率之餘 那麼又同時間 是有少少投資 是的 是投資在Tech的項目上面 那麼如果真的做得好的 那麼就成為 就是可以招攬自己的其中一個業務之一 是 那麼我們就是類似在一個市場上面 就在這裡放豬四海 看有些不一定是香港市場的 那麼海外市場的企業 Tag的機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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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很歡迎 是 六、六都做了很多這樣的事 是 即是你說Tag的投放 另外就是 綠化 就是很多車站 對 是 在頂上 還有很多不同的綠化 那麼 這幾樣東西都是 近年投放了很多時間下去 都沒有辦法 意外就是意外 只會這樣說 是 看市場 又不是對他們來說 有太大的影響 都是 在做了37.3 市場好像又回來了 又升了百多點 會不會真的到18000呢 今早一開是17999 是的 然後就升到18000多 是的 所以死了很多18000牛仔 是的 沒有了 死了18000熊仔 你看到一個牛熊分布 你看到的 其實已經穿了 上面 已經吃光了 是的 之前說的 要吃的就吃光了 那麼再上去看 其實 要去到18000多 多少少 六百幾張 是 那麼下面會不會 是時候倒頭 中下去 就真的不知道 那麼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都是現在純粹 真是指金市 就是買了 就衝上去 大家要跟 那麼 這些市場 都好像之前所說 怎麼會 停了 我不玩了 就是這樣 基本上不看好 又薄薄 純粹地倒來 轉來轉去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反手一棍下 那麼 兩邊殺的 這些情況 其實 玩牛熊 大家見不少 就是兩邊殺的情況 嗯 這件事情 再看回圖 痕子 這次是一個比較 怎樣說 是否比較漂亮的反彈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它真是一個低位 又有明顯反彈 是 是 去不去到一把天平安線 就算去到 之前的一個明顯反彈 去到一把天平安線 都會跟著 沒有不想 我覺得 不想 如果這樣再彈的話 你簡直覺得 市場是要牛一 是啊 如果是這樣 就照相 但是我們 不想它這樣 逐級逐級看 是啊 我覺得這樣比較 現實 比較貼地一點 貼地一點 如果你看的話 之前 叫我平台一點 其實都 都要上去 一萬八千五左右 是 那最好當然是上去兩萬 最好 那最好 但是 我想看著 見步行步 現在暫時 一萬 那你很明顯 一萬八是現在暫時的阻力 阻力位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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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你又是看看 看看 將焦點放在 習拜會 印度出訪 印尼還是印度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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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和不同的國家 回首 元首見面 終於 真的很久沒有見 很久沒有見 是的 那搞定這個議席 就好像FTX 和Limo仔 那時候都串通過 和Sizi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過來 你華裔的 即是你在大陸 你過不過得來華盛頓開會的 那些呢 那現在主席都出來了 對不對 是 那今個星期都有少少數據 大家要看看 那星期三 就是美國零售數據 那大家都預計零售 應該有0.8%左右的增長 會上升的 那這件事的話 大家可以看著 如果那個數字是這樣的 其實大家都預計 接下來的加息 大幅加息 是不是需要維持呢 即是保持零售增長 都是這麼厲害的 那時候 加完0.5之後 下次會不會加0.75 那這個數據 大家要看著 即是都是一些 提示給大家的 那可以及早 做一個部署 如果你拿中長線的話 那另外 還有其他數據就是 生產價格指數 工業生產 房屋凍工 和二手屋的成交 那接下來這個星期 都會陸續出台 那這個其實 都是反映過市房 那會不會是 那些人 所以大家要看著 因為其實之前都說 那些人很害怕 那些經濟下行風險 那樣 所以星期五 內地的10月份零售 各方面投資 都要看下 就是嚴格防疫一下 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倒退得這麼快 是的 另外 不過我看到今早 就是 看到內地股市 都做好的 A股方面 是 我覺得主要是靠地產 剛才有一個 香港這邊 叫什麼 得信中國 是 哇 星度要觸發停板機制 厲害 是的 碧桂園 債券也觸發停板 是的 那些債券先彈上來 彈上來 始終你看房產 的確要先看債券 債券如果它們彈上去的話 其實 那個意義 會更加大 因為對比 那些人願意接它的債券 是的 或者覺得債券真的跌到 這個水平 真的跌了底 是的 可以上來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看回美國 上個星期的市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升幅 那道指和標普 都是 標普升1% 道指沒有什麼升幅 但是一開始就跌 到最後就打和收 那納指都有1.8%左右的升幅 那之前最主要都是 Facebook或者一堆的財股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套 那其實這陣子慢慢走上來 那你說道指也是 那慢慢回到一個比較高的高位 那上個收市就收緊33,747點 那這件事大家留意一下 那今天上海和深圳的市 都有大約0.7%左右的升幅 那今天港股 其實上個星期已經很帥 那今天呢 純粹整個港股都有3.3% 到現在的反彈 那對比起環球其他市場 這幾天呢 港股就真的拿了菜 那都是啦 那繼續看著市 那都是啦 有朋友說3001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是呀 這個中國的房地產美債ETF 是呀 是呀 剛才你說債嘛 是呀 那真的有朋友馬上回應 哦 是呀 這樣呢 都真的見了一個底的 又真的 是呀 這個東西 還有成家都活躍了 不過一百零幾元 那入場費多少錢 咦 五個家業單位而已 五百多元入場了 是呀 這個可以想一下 是呀 挺有趣的 可以買幾十股咯 好像買美股一樣 真的 可以呀 對呀 剛剛少些去拆細給你 那始終 債或你要證券化的產品就在那裡了 是啊 但是你看一下 即它究竟那個component是怎樣 是啊 要留意一下 即你買不買中 你要買那些東西 是呀 你上回去的網頁 是呀 去回去的網頁看看 P-P P-Mia P-Mia-Partners.com 是呀 那自己可以看一看 剛剛來 是呀 真的要看看裡面是甚麼 做一下功課先 不要真的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但是純粹看那個價錢 其實跟著地產股反彈 是跟地產股反彈 是 那 那這件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嗯 細心可以給大家做一下 而且要呼籲一下大家Like 是 不要Like那麼少 是呀 那另外去到這部分呢 都是要說一下 上個星期不要說 是呀 是呀 上個星期因為你要開會 是呀 是呀 不過我們也長期的 是 我跟Kevin 逢星期五都長期的 是 正呀 Kevin真的給了大家很多 是呀 很正 還有他熟美股嘛 美股的東西我們真的不熟 業內人士 真的 是呀 那字東西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的 所以很正 很值得看 是呀 他又說了 然後你又開會 是呀 所以就錯過了 錯過了東京交易所 是呀 今天可以說一說 東京 東京 東京去得多了 去得多 購物多了 有沒有去過東京的交易所 有沒有探訪的呢 真的 我就是在門口走過 我們走過 我都不知道的 是 看一看 這麼古老的 你也走去看 你也很好 因為是那個地區 是 但是 如果大家說 其實 給回一些基本 我想 香港人很熟東京 但是也超過一點 第一就是 先說東京的人口 一百四十萬 一千四百萬人 香港的 沒理由這麼少人 一百四十萬 這麼少 他有一個叫 常住人口 還有 常住人口 一千三百萬左右 其實 日頭和夜晚 會有 加減二百萬人 是往返的 那 為什麼呢 他們都有一個 好像香港大灣區的 概念 叫做 首都經濟圈 首都圈 整個首都圈 那邊呢 就有三千幾萬人 是 有很多人 就住在 郊區 然後要回去 東京上班 那 但是 如果你純粹說 東京的交易所 大家要留意 是什麼呢 其實 它就是 一八七八年開波 八五年歷史 左右 很久 歷史悠久 其實 重點是什麼 那時候 最主要是 做一些 因為 其實那時候 東京 已經是 怎麼說 在 亞太區那裡 一個經濟中心 那時候已經是 八幾年前已經是 在那時候開始 其實很多 不只是交易股票 都不是 很多那些 貨 金、銀 或者一些糧食 都在東京 當然大阪都有 東京大阪去做一個 交易 慢慢慢慢 那些人就 因為這樣 就變成一個 商業的地方 越來越多人聚居 那這個就是大致上 一開波 開始的時候 的情況 都是因為 交易 的量大 所以令到 多了很多人在聚居 那慢慢去到 你說的 1949年了 其實最主要 就是二戰之後 整個 東京被人炸到 爛了 那就要重新 去 建立整個 城市 一開波 有些基建之後 就 再運行 東京的交易所 那時候叫 東京股票交易所 其實 做來做去 最主要 都是 日本本土的 生意 過了去 一段時間 就是由二戰開始 慢慢 其實 日本市場 相對來說 都幾封閉 因為 為什麼呢 其實很少外國的公司 會去 日本去上市 掛牌 因為 他們分 以前分一部 二部 跟著有一個叫 海外部 另外一個 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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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當是 扶育的公司 創業版 什麼 一步二步 主要就是 日本的主版 要求 要求相對於 相對於 比較接近 但是 如果你說海外部 就是海外公司 但是 說來講 只有幾十間 薪金 而 那時候計 或者 現在計 整個 日本 這些數目 後來 大阪的交易所 跟東京的交易所 平聯之後 大約有幾多隻股票 差不多四千隻股票 和香港的股票 隻數差不多 但是 當然 香港 都有一些很大的公司 例如七零零 九九八八 但是 日本可以上市 在一二部 以前叫 一二部的公司 現在 其實就是 你當是一個 主席的概念 的公司 是什麼公司 就是三菱 住友 你去到 日本銀行 日本航空 Toyota Honda 這些國際知名公司 而 這些公司 全部都沒有外套 都留在日本上市 如果你說 Fortune五百 裡面的公司 有幾多間 所以 東京交易所 合併了大阪交易所之後 市值 是全球交易所裡面排第三 由此我看到 其實 你見到 他本身的權重比 全部都 先是Focus在 日本這個地方 其實 你就知道 他們 他們 不會走 他們 很愛國 可以這樣說 同時間 他們的 主要投資者 都是日本的 師奶 道邊太太 炒金 炒外匯 也 最主要 炒本地的股票 所以 如果大家這樣看 其實 很顯然 東京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但好像剛剛提到 其實都有一些 海外公司在那裡 其實 有沒有什麼公司 或者可以這樣說 他們的上市的要求 會是什麼 其實 相比到香港的話 其實某程度來講 在日本上市都不算難的 香港的市場 大家知道 兩年數要有五千萬元 這些 如果你是一間 Jampot 我要上Jampot 其實最主要 一開波 如果你有一百五十萬元 去買你的股票 然後每年的賺幾千 其實都已經不是一個 requirement 但是有一個 股算是什麼 你上市的時候 要有五億的日元 的valuation 那麼一億日元 大概幾千 就五百五十萬港幣 就是大約 你上市的時候 那個valuation 是 那個股值 只需要是三千萬港幣 左右就可以上市 其實相對來說 要求就少很多 就是可能你三千萬市值 整隻股票 市值就可以上市的時候 你有25%出街 那就是可能 集資幾百萬港幣就OK 當然另外的版 Mainboard 可能要去到 主要要去到 有 市值要去到 一百億日元 就是大約 五億五港幣 其實某些程度 又近似回香港 一點 但是他們有一個問題 是什麼 流通比 主板要有35%出街 就是街要有35%流通 不計你主要股東 真是外面的人 去買你這隻股票 那麼這件事 為什麼呢 其實對比在香港來說 你有一個高股值 或者股值高一點 但是有一個大一點的流通量 就顯示到你的市場價格 應該是更加市場化 某程度都是想不要有這麼大的波動 波幅 這件事就是日本的交易所和香港的交易所的分別 另外一部分就是 始終過去一段時間 日本是比較想自己的市值做得好一點 所以東京交易所和大併交易所有一個合併 其實就是想在主要市值上面衝上去投議 或者甚至第一位 就是挑戰這個納斯達克或者旅遊交易所的地位 但是可惜的是什麼呢 由於缺乏海外資金追逐 不是說沒有 但是相對而言 更加多資金是願意在美國市場去追市值 寧願留在美國市場 是留在美國市場 所以才是一個這麼豐位的市場 或者這麼自己人玩的地方 就真的未必能吸引到資金 就算有一個明顯的改組 都不太劇到總體市值上去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這件事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大致上東京交易所的一個簡介 可以這麼說 雖然香港的事是這樣 但是香港吸引到國際資金的能力 不可以說比那邊高 但是以這樣的市場去計算 對比上是真的不少人 不少海外資金在香港投資 始終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性的地方 這件事可以理解一下 但是也都某程度反映到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海外公司來香港上市 為什麼不去日本呢 這也是因為資金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Pada 為什麼來香港上不去日本呢 就是很多地方去找東西 但是很多這樣的公司 你不會聽到他們說 不如去日本市場去上市 好像很old school 不知日本市場 這個也是 很家長式控制的 是啊 即不夠國際性的那種活力 沒有什麼活力 沒有什麼魅力 他們很轉不到 不是的 他們可能有一個傳統的 有些東西要跟 所以令到市場的轉化是慢一點 尤其是之前被人覺得是混亂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東京交易所和大阪交易所合併了之後 他們各自的上市條例 或者上市要求都繼續殘存在 所以當時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即是表面那一層好像統一了 是的 底一層就各自表述 所以不知買了來為什麼 應該營運效率會更加好 即是炒別人 就像Eon Mars 買完之後先炒完再請 炒完再請 都做得 都做得 它維持了十幾年 一個比較混亂的情況 所以它的改制 都不是十人組很久 都是剛剛開始先搞 所以搞了十幾年之後 才重新將制度整理整緝過 現在就叫做好一點 但是都是做不到它本身想做的效果 但可能其實如果不做 就可能直後年底三位都沒有 就是慢慢地把市值放下來 這件事情都叫做 整合了市場 都一定會有一定的改變 改進在這裡 但如果你純粹看日經的話 其實都某程度都 即是你不要經常說 港女很弱 其實日經都維持在這個 即是環行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即是某程度都反映到 日本今時今日的經濟放緩 這件事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部分 始終都是日圓的影響 近來日本經濟都很受 日圓跌了20%的影響 旅遊業、 retail 當然好很多 但如果你去到公司營利 就是因為對外的 尤其是土塔、賣東西出去的那班 電器、Sony 就是因為本身全部 很多東西都在內地 或者在日本本土生產 做完之後 很多這些外銷都因為 日圓的跌幅 而令到他們的收支差了很多 這件事要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 旅遊業 最有利於旅遊業 貶值 出口也是 因為便宜了 但貨幣市場 會因此而少了 這些都是有一個風險在 好像Key這樣說 日本是有貨幣風險 港女是較易控制 純粹是香港因為掛美元 對 我想也是 剛才Key說的 日本韭菜難割 我想炒賣的文化 完全不一樣 是不同的 文化不同 真的不同 炒賣日本國際也很厲害 但買的人是甚麼人 全部都是主婦 有一個 杜邊太太 杜邊太太 全部都是 這件事是頗特別的 因為很多債 尤其是 美國國際買了傳語 就是這樣 傳語就賣 但日本國際 是被杜邊太太賣了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沒有愛國 他們真的很支持 明知道 你不要輸 打個禍也好 都買了先 那你說是否沒有錢 那些錢便去到 支持的國家發展 那這個 是不是100% 所有人都這樣做 當然不是 但有60-70% 在這裡 這麼支持 都已經很厲害 撐住 你看看 中國國際都 都多人支持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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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銀行買回 是啊 是啊 所謂就是那些國家隊 國家隊 國家隊 那你沒有計劃 國家隊高 還是對低 都是國家隊 這件事 就是自己看路 小心點 對 這個時候 趕入股 不是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每天 用這個節目的 尾十五分鐘的時候 趕入股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你臨近十一點四十五分 去到十二點 等開飯 是啊 收拾 你早上買下的就買 你要吃的 都差不多要吃的 是啊 那沒有吃的 你就等開飯 快回來再看 這個給你撈一下飯 是啊 這個都可以的 真的很有養分 有些真的 你平時 你節目時間很難談的 是 但其實我們有時候 聊聊一些 topic 就發覺 其實我們對它不太認識 例如好像比特幣 那樣 好像FTX 那一堆東西 如果不是我星期五 約了Kevin 上來講 都不知道原來 那個 SBF 和Binance Azizi 那些恩怨情仇 你知道 原來整件事 來龍去脈 又此又終是怎樣 而今天就告訴你 原來一隻 這麼厲害的東西 這麼多PI 客玩的平台 都很多人選手難腳 都爆 都爆 其實這些都是 給你將來投資的時候 就是因爲一些 新的投資產品 你知道 這個世界日新月宜 很多新產品 有不同形式的 用不同形式的方法 呈現 那些都很厲害 很厲害 說誰買了 誰的名人買了 等等 哇 那個獎幅的回復有多大 那 你也要想一下 接下來如果有相關的東西 都要借鑑一下 真的要 真的 現在只會越來越快 所有的東西 是呀是呀 升就升得快 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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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一萬七千 八百二十四點 升到五百點左右 成交有一千二百五十八億 都算近期一個比較高成交的人 哇 半天成交一千三億 是呀 埋單可能有三千億左右 大家看著 兩千多元走不脫了 是的 會不會真的一個明顯的轉勢呢 真的看這一兩天 很關鍵 如果是的話 都是恭喜大家 如果有長期坐貨的 起碼追回五十四點 或者是剛好上個禮拜 低位又買少少的 對 開始有追貨的 也恭喜 是呀 自己看著 剛剛收到時候 我們再和大家見 明天 拜拜 拜拜